时间过得好快 有一年已经过了一大半 中秋节就快要来了 所以现在好多业者已经开始处理月饼的订单 而且今年很多业者都跟弱势团体来结合 推出公益月饼 据说很多消费者对于这样的商品反应特别好 送货人员将客户订的商品送到指定店面 中秋节脚步逼近 月饼业者开始忙碌起来接受订单 而什么样的月饼最受青睐 业者说和公益结合的月饼礼盒 每年一推出几乎都是秒杀 民众其实是非常热衷于这件事情 只是他们平常在可能工作上面是非常繁忙的 所以他们没有时间或者是那个管道 然后去做这件事情 并不是代表他们没有这个爱心 我们推出大概一个月吧 八千盒就卖完了 以今年和儿福联盟合作的礼盒来看 小朋友画出心目中的兔子 有人把中秋节当成是兔子的生日 所以就送给他生日蛋糕 还有人觉得谁说兔子一定要是女生 也可以是个很man的帅哥吧 天马行空的创意 不仅让收礼的人会心一笑 更可以建立小朋友的自信心 除了就是说他可以让很多的社会大众 一起来贡献他们的爱心 然后也真的去帮到我们孩子的 这个不管是在他们基础的生活照顾 还有他们教育上面的一些协助之外呢 我觉得其实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很棒的是说 他提供了一个平台 让我们的孩子有机会去展现他们所学习到的一些能力 业者表示为了让更多人响应 像这样的公益礼盒 售价往往不会订得比一般产品高 也会抽出固定利润再捐给弱势团体 民众举手之劳做公益 也让爱心可以传递下去 中文新闻 林世宏 郭碧纯 台北采访报导